1027行动打了这么久 不知道大家是否考虑过一个问题 2009年 腾家生被赶下台后 克钦独立军 若开军 德昂军 同盟军结成了联盟 每次行动都是私家武装 共同行动 比如2015年同盟军的返乡之战 其实在这之前一个月 缅甸政府的一名交通局长和三名警员 被克钦独立军扣押 随后缅军调集重兵进攻克钦 同盟军等其他武装的行动 只是替克钦结尾 再到2016年 同盟军围攻蒙古缅军团部 起因同样是缅军大举围攻克钦 同盟军 若开军 德昂军三家武装在外围打侧应 另外三家武装不断替克钦结尾 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克钦扶持下发展壮大的 但是到了1027行动 为什么四兄弟联盟变成了三兄弟联盟 订阅瑞丽史 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美国扶持的游击队 克钦族是从青藏高原迁徙到缅北的一个古老民族 与国内的景坡族同源 历史上 大多数时间克钦归属中国统治 偶尔也会臣服缅甸的强大王朝 但由于地处边陲 语言不通 山高林密 交通不便等原因 中央王朝很难对克钦进行有效控制 只能让其投人自治 只要按时纳贡并在有战事时提供兵援即可 直到英国入侵缅甸后 才逐步将克钦纳入缅甸的版图 不过英国人同样给予克钦高度自治权 随着大量传教士进入克钦 克钦人从传统信仰改信基督教 传教士还利用拉丁字母帮克钦人创造了文字 现在他们使用的文字看起来很像英文 克钦人从来未被缅族真正意义上统治过 肯定也不服缅族 英国人也很狡猾 征兵的时候故意不招缅族 而大量招募克钦人 用克钦人去镇压缅族的反抗 人为制造民族仇恨 二战期间 日军进攻缅甸 克钦部队随英国撤退至印度 在中国远征军从野人山撤走后 克钦帮大片领土被日军占领 威胁印度 美国派出第101突击队 深入克钦地区作战 并组织了克钦游击队 牵制日军 英国也抽了一批克钦军官回去 帮助美军招募士兵 并发动群众抗日 后来 克钦游击队发展到3000多人 其中大部分是克钦人 他们主要负责破坏日军基础设施 袭击日军运输不及 救助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 据统计 他们总共击毙了5000多名日军 战后还获得英国的表彰 二战结束后 英国重新控制缅甸 克钦游击队的老弱病残被遣散 剩余人员被编入英国殖民军队 在缅甸独立后 这些克钦部队便成为缅甸政府军 缅甸独立后不久 缅共和克伦族先后发动起义 中央政府命令克钦兵攻打缅共 一个叫罗向的上尉连长脱颖而出 他隶属于克钦第一营 该营营长和副营长不愿去前线 让罗向指挥着三个连参战 罗向打了大半年 部队疲惫不堪 他看到战争造成很多百姓无辜伤亡 加上又常常遭到缅族军官排挤 内心非常苦恼 于是便向上级提了意见 请求停战休长 但缅族上级怀疑他与缅共有联系 准备把他送上法庭审判 罗向连夜跑路 后来加入了克伦军的反抗斗争 慢慢发展壮大 一度攻下曼德勒并进军仰光 不过由于没得到克钦族的支持 当时克钦还没与缅族翻脸 克钦主力军队仍受缅甸政府指挥 罗向最终失败退入邻国 两件大事 1961年 缅甸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缅甸政府宣布立佛教为国教 克钦人信奉的是基督教 民众担心日后自己的信仰会被强制更改 普遍不满 另一件事是中国收回了原在克钦帮的骗马 鼓浪和港房三个地区 克钦人强烈反对 克钦帮学生不断组织抗议 甚至把事情闹到国际上 想借助美国和英国的力量向缅甸联邦政府施压 中国原本主张的是整个江新坡地区 经过克钦人一闹 考虑到缅甸联邦政府的实际困难 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 只能改变策略让了一步 罗向的老部下 招赛等人还利用这种特殊背景 在克伦族武装的支持下建立了克钦独立组织和克钦独立军 他们利用群众对联邦政府的不满情绪 招募人员加入武装斗争并逐渐发展壮大 所以克钦独立军建立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干扰中国收回骗马等地区 而且克钦人大多信奉基督教 克钦独立军最初的成员大多是美军扶持的游击队 这几点因素决定克钦武装天生具有亲西方的基因 并且与红色革命思想格格不入 前文提到的罗向 资历比较深 后来返回缅甸活动促成了克钦与缅共的合作 克钦族甚至还提出过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 但要注意 这只是在面临缅军的围剿 迫于现实而做出的选择 克钦人骨子里的思想 仍然是以实现独立为目的的民族主义 而且钦中的代表人物罗向 竟然在一次打猎过程中离奇死亡 随后克钦便与缅共翻脸 接下来双方分分合合 矛盾不断 主要责任还是在克钦一方 一旦亲西方派掌权 就会与缅共翻脸 八十年代末 缅共解体 缅军将大量兵力用于对付克钦 在军事压力之下 克钦独立军被迫于缅甸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 但这之后 克钦发展成缅北最有影响力的武装之一 同盟军在2009年被赶下台 后来是在克钦的扶持下壮大 德昂军也是如此 若开军则是克钦手把手帮助创建的 可以说缅北乱不乱 克钦说了算 缅北诈骗的源头 合并以后 克钦面临的是生存问题 克钦帮深处内陆 多高山峻里 交通闭色 经济落后 要维持军队开支 就必须想方设法搞钱 缅北军阀大多以毒养军 然而克钦气候条件不理想 适合种植鸦片的地盘不多 没必要因为一点利益 影响国际上的支持 所以很早就禁毒了 要生存下去 必须寻找新的经济来源 此时的中国正在搞改革开放 老百姓逐渐富裕 所谓靠山吃山 克钦人盯上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 2000年 克钦宣布赌博合法 随后在境内大肆发展赌博业 与云南拢川县接壤的麦扎秧 原本是个刀根火重的小城 在赌博业的支持下 发展成缅北第三大赌场 与国感猛拉齐鸣 赌场一开始还比较收敛 无非就是搞点小手段 让赌客们输多赢手 当然 这也造成了我国大量资金外流 一些家庭因为赌博而破碎 据当时云南警方统计 因边境赌博输出的资金 都数以异计 公安部门发现苗头后 对边境赌博行为 进行了大力打击 麦扎秧的赌博产业开始萎缩 人口从巅峰时期的五万人 锐减到两万 收入来源受到了影响 客金的赌博产业也开始转型升级 高利贷放水公司 伴随着赌博而生 当赌客输完钱后 放水公司为其提供赌资 他们根本不怕赌客不还 因为人在他们地盘上 有一万种办法让赌客还钱 赌博业受到打击萎缩后 放水公司开始在国内发展线人 到处拉人出境赌博 由于边境管控变得非常严格 有钱有身份的人 一般不会冒险去偷渡 他们拉的都是普通人 没钱的就借钱给他赌 十赌九片 这些借了高利贷的人 往往输个金光 输光后要是还不上 就将其绑架向家人勒索 线人们一开始 还只是打着赌博的名义 拉人过去 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于是开始打出商务考察 高薪工作等旗号 骗人过去 人一过去 就强迫上赌桌输钱 甚至不管你赌不赌 都会进行人身控制 向家人勒索 线人们早就对这些人 做了经济调查 会根据个人情况 向家人勒索 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这就是缅北诈骗的最初形态 只不过那时候 网络支付条件不完善 必须人过去 才能强迫家人出钱 没有过度到电信诈骗 云南警方增公布数据 从2002年到2005年 中国公民到境外参赌 引发的刑事案件 多达190余起 数十人被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 殴打 伤害 其中8人被杀害 这些穷凶极恶的人 越干越离谱 2008年初 山西运城 接连发生少年失踪案 先是16岁的周大伟 跟家人说 要与同学去云南打工 之后音讯全无 接着村民乔建国15岁的儿子 也说出去打工 之后音讯全无 甚至13岁的少年赵刚 在学校上课期间失踪 短短几个月间 山西运城 竟然有十余名少年失踪 其中不乏未成年人 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 许多家长甚至要护送孩子去学校 失踪青年的家长 都曾接到过同一区域 打来的陌生电话或短信 要么是孩子在电话那头哭诉称 自己在缅甸卖扎秧 要家长打8万元过去 否则会被打死 要么是陌生人在电话那头威胁 你儿子在卖扎秧 不交8万块钱就扒皮 当年运城很多人的月收入 只有1000元左右 8万元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有的家长想方设法凑钱交气后 孩子才被放回来 原来是有朋友跟他们说 在云南做生意赚了钱 要带他们过去赚钱 他们到云南后 又偷渡到了卖扎秧 结果被绑架 期间他们遭到各种虐待 因为在打电话时 喊得不够大声 被用烟头烫脖子 用钳子就指甲 当地警方曾破门而入 将绑匪和人质带走 但很快放水公司 就将他们保释出去 接着两名人质被关在铁笼子里 绑匪要他们互殴 赢了的一方才能吃一顿饭 输了的关进熊牢 集一个大铁笼隔成两段 一边关熊一边关人 直到他们的家长把钱凑齐后 两名人质才未被殴打 案件曝光后 引发极大的重视 在中方施压后 卖扎秧的赌场 才被逐渐关闭 当然 他们只是转移到了 更隐蔽的地方 克青可以说是 缅北诈骗的源头 在中方施压后